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神Kuriki 我們今天要繼續玩一點的Lone Dark 慢慢長夜 這是一款生存力型的遊戲 我們今天要繼續我們第76天的生存日子 我們已經探索了92%來 慢慢的朝向100%邁進 我總覺得剩下的8%應該都是在 歡樂股 要是我不小心miss掉的話怎麼辦 這樣豈不是最後卡在99 或者是98 這樣子很尷尬欸 幫我們可能會群體崩潰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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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喔喔 你看那個夕陽 不對不對 夕陽是太陽下山的時候 現在是早上對不對 對那要說什麼 遭陽嗎 你看這個遭陽 渲染了整個天空 好漂亮好漂亮 而且你看那個樹木 晃來晃去的感覺 那個樹葉 我記得以前 儘管畫質調低的話 樹葉也是會動 就是在某一次改版的時候 可是這一次樹葉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 比較細緻一點 動的更動感了 我們可以把手上的武器給拿下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沒有樹葉就在那裡搖擺 現在外面是暴風雪嗎 看一下喔 -6度 哇有點冷 先讓我縮回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身體的狀況 然後 再繼續往前走 先吃一點東西好了 肚子有點餓餓的 而且身上要是一直有肉的話 很容易 很容易被狼捉欸 所以我們先吃一點肉 1800 好像還可以再吃欸 這樣子豈不是今晚還要再 今晚還要再殺一頭狼了 好像是欸 走吧走吧走吧 哇 外面風很大 今天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我想要往山下走 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 對你們來說是上一集啦 對我來說我才剛吃飽晚餐 然後在床上稍微耍廢一下 就馬上要繼續拍The Lone Dark了 這是暴風雪的感覺嗎 我總覺得 畫面 一點都不像是在玩The Lone Dark 有一種 渲染的 渲染的Feel欸 這裡是 三下嗎 好像是 我聽不到瀑布聲 它跟 暴風雪的聲音混在一起了 是 是三下 我們要怎麼下去 這樣子嗎 我們也這樣子下去過很多次了 昨天也是這樣子下來的 所以沒問題 大丈夫 下山囉 喔喔喔喔 超級快的啦 有沒有來過這個地方嗎 確定一下好了 瀑布低處 可惡 來過了 它沒有跳那個瞬息 好吧 那我們既然已經來過了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就要 繼續的 往下一個方向走 我現在一邊在看地圖 一邊在跟你們講話 下一個方向是 往前面 往前面走 會有一個野餐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過野餐的地方 我們走走看就知道 我在昨天的時候 呃 因為已經累倒了嘛 所以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想一下 一定要想一些話題才行 雖然我還是在同一天 啊 我想到了 在前天的時候 我有看了一部電影叫做 怪物的孩子 好好看喔 超級好看的 他是在說 啊這樣子會不會雷到你們啊 不行不行 我不能夠雷你們 我想一下一些不雷的 不雷的東西可以講好了 怪物的孩子 顧名思義就是 怪物養了一個孩子 對 這是這個故事的主軸 還蠻不錯的 不過裡面有一些設定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像是 裡面有講到 其實應該不是蠻奇怪 日本好像就是這樣子 日本信奉 信奉的神寺啊 好像都是那種 呃 會賦予在物品上面的神 像是 呃 我之前去年的時候 有去過一次日本 那去日本的時候 就有聽說 他們如果一棵樹長得非常非常大 超過幾百年 他們就會把那棵樹信奉成神 他們會在 呃 樹的 低處 什麼聲音 樹的低處的這個地方 綁上一圈繩子 粗粗的繩子 粗粗的繩子 對 他們就信奉這個樹圍神 然後一些 一些 呃 對他們來說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可能 在這個地方待很久的 很巨大的一塊石頭啊 他們一樣會綁上 綁上那個繩子 啊 就是這裡嗎 野餐處 這是我們 要找的野餐處 我們有來過這裡嗎 他旁邊那個是 木頭是不是 真的叫做野餐處 欸 新的地方 太好了 這樣子有 93 太好了 我總覺得越來越有希望了耶 好 我們先看一下他 這裡有一些木材 一些松柏 然後 一個 短冰斧 81 不要拿 不要拿 看一下他身上有什麼東西 OK 所以我們找到這個點之後 下一個點是一個 Bunker的點 喔 一顆子彈 不錯不錯 我現在身上的子彈還有40發 又跑回40發了 下一個點 是Bunker點 那好像跟著前面那條路 一直走一直走的話 有機會可以走得到 所以我們試試看 看看 是不是一個地圖裡面 會出現超過兩個Bunker 我好像就找超過兩個對不對 一個是我自己找的 一個是廢棄的 看看我可不可以找到第三個 那 他是說 這條路 往上走之後 馬上右轉 對 馬上右轉 會有一個Bunker的點 然後會有一個小山洞 我們今天就是要走到 那個Bunker點 還有那個小山洞 目前的計畫是這樣子啦 今天的風修修的 就是那個 翠來翠去的感覺 而且其實天氣有點冷 我是全副武裝欸 雖然還可以冷到副的度數 還蠻可怕的 好 他是說要往 上嗎 我檢 看一下啊 檢查一下看一下 應該上不了吧 應該是往 這裡 那一塊石頭附近 會有一個Bunker 可能 疑似會有一個Bunker 嗯 下山之後 往前 對 那一塊 前面那一塊石頭 話題回到 呃 怪物的孩子的身上 對啊 所以 最後就是 他們 裡面有一個設定 就是 如果你當上了 宗師 你就可以 決定 轉職成 類似上是轉職吧 不然就是 升格 升格成 神仙 對 所以他們升格成神仙 他們可以去選 他們想要升格成哪一種神仙 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電影 推薦給爆們看 我就不講太多了 要是再講下去的話 可能就會透露太多東西 這樣就 上色你們看 看那一部的 興趣了 沒有看到Bunker 倒是有BGM 我們再四處晃一下好了 檢查檢查 確定真的沒有 我們再離開 哇 好高的一座山喔 那 我最近其實看的電影還蠻多的欸 還看了 我自己很愛看恐怖片 我覺得恐怖片 呃 一點都不恐怖 甚至我看恐怖片還會笑 是有一些就是 那種Drum Scare 是會 是會被挖到一下下 可是 呃 大部分的時間 都會笑 不過日本有一個恐怖系列 我覺得做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那種 給人一種 陰森陰森的感覺 不過真的比起來 人還是比較恐怖啦 好啦 前面有一個山洞 應該就是我們要找的 呃 森林山洞 我看到前面那個是一隻 死掉的路嗎 對 是一隻死掉的路 我們去那個地方 希望可以到94% 這樣我們就剩下 6%了 呵 要是我提前找到100%的話 我還是會 繼續玩到 呃 100天才做結束 然後要是我100天到了 我還沒有找到100% 我會繼續找到100% 才會結束這個系列 所以幫我們不用太擔心 最少最少一定都會有100集 我還有一些事情還沒做欸 像是掉到海裡面啊 或是被火燒啊 還有一些事情我想做 還有一些事情我想做 這個系列 雖然快結束了 可是還有一小段落 那 之後如果這個遊戲有更新的話呢 我都會繼續玩下去 就是 有更新我們就會 繼續跟秋風來個加賽 山洞 是新地點欸 喔有東西欸 藏在盒裡面 哇這個是什麼 一個圍巾 69 清槍工具 我的槍現在 哇現在外面風真的好大喔 83 可以 是怎樣 是在洞穴裡面 所以覺得它的聲音變得很大聲嗎 呼嚨呼嚨的 又不是爆風雪 還是 這個跟我調整的畫質有關係 我這音效怎麼突然變得立體起來了呢 我們先來 修個槍好了 行動 保養 看看我的 喔喔這個聲音 看看我的技巧可不可以練得比較高一點 已經到了57了欸 練到100怎麼樣啊 我決定了 之後我一定要把它練到100 有槍的話我就把它修一修 我記得 電塔上面好像還有一把槍 不知道是不是修好的 我要把我的技巧全部練到100 我又有事可以做了 超多事可以做欸 哈哈 60了 那我要把這個袋子走啊 不然我之後沒有清槍的攻擊怎麼辦 對不對 再再走好了 電塔那把槍我有修好了嗎 我自己都忘記了 好啦 我已經找完了 我已經找完了三個點了 我還有一個地方想去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哇 今天去了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欸 我來講講我剛剛講到的那個恐怖系列好了 有些貓們很害怕恐怖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太講得太深入 稍微講一下 你可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繼續查查看那個日本的恐怖系列 我太清楚是要查什麼關鍵字才可以查得到 但是 呃 我印象中以前有看過啦 所以幫我們可以找找看 那其實有一篇我印象最深刻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 就是他在路上看到了 有一天有個男生 他在路上他看到了 呃在街頭上面喔 然後那時候人來人往人很多 他看到我是要受傷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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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對 就是對他施暴 就是 對 就是對他施暴 結果 主角看不下去 覺得 欸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啊 就是 人好好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施暴他 結果 那個成年男子踹完之後就跑走了 呃 就是 主角看到最後 好像印象中是要把他趕走吧 然後 那個成年男子就跑走了 之後 他就把那個小女孩扶起來 結果那個小女孩 講得非常非常的詭異 對 就是講得很詭異 然後主角我想說 好吧 也許就是人長得怎麼樣 也不是他的錯嘛 對不對 之後他就 他就想說帶他去一個警 我忘記了警察去嗎 還是帶他去哪裡了 之後的劇情我有點忘了 總而言之就是 那個小女孩就變成一直跟著他 整天都在跟著他 然後就是很詭異 就是整天都在跟著他 我有進去過這裡對不對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到這張地圖的時候 好像有來過這附近 好 我繼續講 他就一直跟著他 就 就是發生了一些很詭異的事情 後來那個男的主角最後也受不了了 最後他一直很想要擺脫這個女生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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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最後最後的時候也是 場景是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然後一模一樣的接口 然後他就一樣也是 不停的揍著那個女孩 跟他說不要再靠近我了 離我遠一點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人就 下一個人又過來了 然後把主角趕走之後 就問那個女孩說 你有事嗎? 你還好嗎? 哇 是一個 呃 後座力還蠻強的一部 我覺得後座力還蠻長的一部 小短篇 這個短篇不長 好像 一個才 大概五六分鐘 還是三四分鐘的樣子 推薦幫我們去找找看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瀑布 這個瀑布 它有一個名稱 希望 我沒有來過 有嗎? 呃 這個瀑布應該要有一個名稱啊 讓我看一下喔 阿不對 它是在 它是在上面耶 喔 這個我就沒有去過了 等等等等 上面別有洞天 我們到 上面去看看 這邊可以上去耶 好特別喔 好我們 接下來要稍微爬個山了 這應該算是 隱藏的區域吧 我稍微看了一下地圖 發現 這裡真的常有東西耶 在這些房子 我印象中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超多狼的對不對 對 超多狼的 所以我們需要 稍微警戒一下 我們要爬到 這個瀑布的上游去 上面還可以爬上去 然後會有一個小洞窟 那個洞窟 不是景點 但是 瀑布是景點 這道是 這道是蠻特別的設計 誰知道是可以爬上去啊 這可以嗎? 我總覺得不行耶 這個坡度貌似有點抖 除非用我的超高超 攀爬技巧 S型 上山法 貌似也上不去 可以嗎?可以嗎? 我們要相信自己 終於一天應該可以擠上去 可以可以 我們有 我們有在慢慢的往上 這個技巧呢 就是 一直往上看 看可不可以鑽上去 ZENZEN9 完全不行 那我們要怎麼上去啊 這裡 繞我過去嗎? 喔 繞我過去 OK 我總覺得 我要 我總覺得我可以做得到耶 我想試試看 可是坡度真的是太陡 要是我走 這裡 有辦法上去嗎? 我就是喜歡走這種奇怪的路啦 挑戰自我有沒有 貌似不行貌似不行 好啦 我們還是不要太冒險 我總覺得我繞時間走過去 反而不會 反而上不去的話 就浪費時間了 不如 繞我這條上去好了 這裡嗎? 對 應該是這裡 今天的風好大喔 今天的風真的很大 然後講完之後風就變小了 是因為我在背風面嗎? 不是 喔 喔 那邊有一隻熊欸 好像想 開這一發 對他 在他 在他身上喔 要是他過來的話 我們就開到他身上了 不過 貌似他不會看到我們 我們身上有肉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先把他吃掉再說 在他面前吃狼肉 嗯 啃狼肉 OK 啃完了 之後我們再繼續走 那個是 東西嗎? 還是骨頭 嗚嗚嗚嗚 那應該是他的骨頭啦 是嗎?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不是他的骨頭 他的窩 不對 這不是他的窩 我剛剛把那個看成一隻鳥 停在地上 我想說 奇怪 雷隆道爾頂那怎麼會有鳥啊 哈哈哈哈 啊 這邊果然是個窩 不是 這邊果然不是個窩 是有人在這裡欸 你還好嗎 身上一定有東西 找這麼久 沒東西吃的話 我就 我都已經找到了 哈哈哈哈 哇 這個是 斷掉了箭矢的 不需要 我已經好久沒有用弓箭了 太久了 Too long 我就忘了這款遊戲裡面有弓箭 聽到這邊有瀑布嗎 這邊有 一個大瀑布 然後我現在 是太重了是不是 啊 我的體力一直在降 難怪 然後 口渴度跟雞尾度 我們先把這個27%給喝掉 然後酒到瀑布的上游 今天晚上我們睡在這裡好了 睡在 熊熊的隔壁 跟熊當鄰居 這也不是第一天了 對不對 這也不是第一天了 好 希望之後 作者可以把這遊戲裡面的熊熊變得 怎麼講 更強一些 不然三發子彈就死掉的話 感覺 嗯 有點不是那麼有滋味 你知道嗎 瀑布第一處 我們又找到了另外一個瀑布了 那這個瀑布這裡沒有什麼東西 不過到處有香浦草 我會需要一些香浦草 因為我的火種越來越少了 那我們的趴數 94% 剩下 剩下6% 哇 甚至又6%欸 採點香浦 今天要回去睡覺了 我好期望最後100%的時候 能不能夠 截個圖 然後 我想 我想拍給那個 這個遊戲的製作者看看 我曾經有說過就是 呃 這 這款遊戲的 製作人啊 他有follow我的 twitter 所以我在 完整這個 完成這個系列的時候 探索率100%的時候 我想把 最後那個成就 給他看一下 總覺得 要是如果一個製作人看到有人 很認真的把他的遊戲給玩完的話 我覺得心裡應該也是蠻雀躍的 雖然我可能不是第一個 我絕對不是第一個 但是 相信他一定會很開心 好啦 今天晚上就睡在這裡 體力也見底了 不宜 出門 我的熊皮睡袋 剩下96 沒關係 我已經修好你一次了 那 還有八個小時涼光 那就先睡個八個小時 好 先睡個八個小時好了 啊 順便在這裡稍微問一下Bob們 Bob們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呃恐怖的 恐怖的 呃 YouTube小短片 或是恐怖的電影 什麼 安娜貝爾啊 或是那些 我覺得那個 一點都沒有辦法 讓我覺得恐怖 甚至我覺得有點boring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那種類型 雖然是恐怖片 可是 抓不到 抓不到我的胃口 我想要的是比較 深層的恐怖 不是恐懼鳥 不是dipwrap那種 那種深層 是 怎麼講 會讓你 就是安靜下來 會覺得毛骨悚然的那種 那種恐怖的影片 我覺得是 日系的那個系列就有 那個 後勁很強 雖然短短的一步才五分鐘 那種後勁非常非常的棒 就覺得還不錯 好啦 還有十個小時要睡著 好 卡路里 不停的下降中 明天感覺起來 又要再獵一頭 獵一頭籃了 剩下4% 現在是問號問號欸 誰下秘書 後面還打雷是不是啊 好恐怖喔 吃個小品乾 喝個水 我們的水好像又不夠了欸 長途在外 不停的 不停的 跑來跑去 不停的跋涉 哇 暴風雪暴風雪 休息休息 Alright 這集Episode也差不多跟人到這囉 希望毛們會喜歡這集Episode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跟喜歡 在左上角的訂閱 隨便訂閱頻道 誰是更衡的片動態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